晚上好 歡迎收看今日焦點 我們再來關注香港的局勢 香港反送中已經有兩個多月 香港人爭取民主自由得到了世界各地 從官員到民眾的聲援 雖然香港的消息在大陸被封鎖 但是還是有很多民眾通過網絡翻牆 肉身翻牆等很多途徑 瞭解到香港的真實情況 之前我們報導過 很多大陸民眾曬出自己的居民身份證 以及護照來支持香港的反送中 現在有很多大陸的人權捍衛者 也紛紛在網上表達支持 並轉發相關的訊息 讓大陸民眾知道正在香港發生的事情 在這期間有一位湖南諸州的公民 叫陳思明 他因為在網上發言支持反送中 以及連續被國保約談了5次 但他表示 我願意為捍衛言論自由承擔一切後果 陳思明表示 反送中運動的焦點在香港 而緊張敏感的地方 卻是在中國大陸 國保連續5次約談我 言論自由是我的天賦人權 不可剝奪 轉讓或交易 陳思明表示 支持香港人就是支持大陸人自己 在8月27日下午 陳思明第5次被傳喚約談 他說 這是一次警告性的約談 還是要求不讓我就香港的反送中發表推文 並且反覆告訴我 坐牢的滋味不好受 我不會犧牲自己的言論自由而換取不坐牢 陳思明表示 在追求自由民主方面 香港人和大陸人是一樣的 所以支持香港人就是支持大陸人自己 他說 我深知 追求自由是要付出代價的 但緊閉雙唇就將成就邪惡 我祈禱上帝賜予我信心和力量 陳思明是湖南的諸州人 他說自己是六四的親歷者 每年都會舉行六四的紀念活動 在2017年 他因為和其他人士拍照片紀念六四 被拘留了7天 2018年的時候 他在當地的一家公園坦克前拍照紀念六四 2019年六四之前 他就被當地的政府監控 警方在5月27日就派人把他送走 並且派出3個人24小時貼身監控他 雖然如此 陳思明還是表示 他還要每年紀念六四 二十九年來我年年紀念六四 將來也會一如既往 陳思明不僅如此 他還聲援其他的維權人士 比如他在社交媒體發聲 聲援王全璋律師 世界人權宣言第九條 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 拘禁或放逐 聲援王全璋律師 為什麼在中國大陸那樣管控言論的情況下 還會有人冒著危險來發聲呢 俗話說 物不平則民 在中國大陸那些維權人士 無論是高智盛、王全璋 他們都曾為正義的事情積極奔走 不計個人安危 其實目前發生的很多大事 也都在考驗著 每一個明白真相的民眾 在正義良知和利益面前 該如何抉擇 感謝收看今日焦點 我們下期再會